政權雖然馬上就要交替了 但是對中國對華政策 還是在緊鑼密鼓的布局當中 比方說台灣南海 您覺得你怎麼樣評估 中美在這些焦點地區 有沒有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您認為最近中美之間最大的風險是什麼呢 我相信我上次 我也一直強調 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到美國下一任總統 正式登台 中美關係的模式 就是一個危機管理模式 那麼特朗普他本人 你剛才說的說得非常對 經過他馬上下台了 但是他還是緊鑼密鼓的 在針對中國的問題 那麼這裡我覺得至少有兩方面的含義 一方面因為他實際上 你看他像他自己所說的 這個還沒完 他還不甘心就這樣離開白宮了 在法律上 在內部的法律上 他還是訴求於法律武器 得給98等至少麻煩 至少麻煩 那麼尤其在外交政策上 我覺得最近中美關係最威脅的地方 還是台灣問題 台灣問題 那麼台灣問題實際上 因為他為什麼能要這麼做呢 台灣問題在美國國內 他的民主共和兩黨 還是有相當的共識的 那麼整個社會 也是對台灣問題 基本上給一些精英層面 沒有多少的差異 多少差異 尤其是這段時間以來 因為共和黨 Donald Trump 蓬佩奧他們一直妖魔化中國 把台灣問題就是張揚得很大 所以他利用這樣一個所謂的dilemma 一個困境吧 他如果在台灣問題上給中國製造麻煩呢 他還是能得到國內的不僅僅是民主黨的一些 至少無法反對 無法反對 那麼甚至支持 那麼國內的民意呢 也是會向著他的 所以這一點呢 我是覺得當然要特別小心 就是台灣 當然台灣問題上是不是特朗普想做 如果軍方是不是配合特朗普 按照特朗普的意志去做 我們也是要冷靜觀察 那麼軍方做回美國的一個establishment 是一個介質精英 實際上在台灣問題上 對南韓問題上 我們可以觀察到 實際上他還是比較理性的 所以我們也還要把特朗普 他本人的個人意志 跟美國軍方的這個establishment 他的一種比較理性的態度 我覺得還是要區分看來 不要把他們兩個隨便等同看來 但是危機是有的 因為美國的總統在外交上 在軍事上擁有無限的權力 是吧無限的權力 這種我們歷屆美國總統可以看出來 那麼這是他個人層面的 那第二個層面呢 我是覺得他在台灣問題上也好 南韓問題上也好 甚至在中東問題上也好 他就要為Joe Biden留下一個很難處理的漁材 一個legacy 是吧 這些legacy他怎麼去處理的問題 就是他要挾持這個Joe Biden 先要把這些議程 是吧 他先設定好這些議程 上Joe Biden 下不來 是吧 那麼這個也是一方面呢 他有考慮到他的反華 反共 就是制約中國的目標 第二方面呢 我是覺得他還是考慮他 延伸他自己的政治的影響力 政治影響力 因為假如說如果是無論是台灣問題也好 南韓問題也好 如果Donald Trump把他做成議程了 平常有比較深刻影響力 民族共同兩黨有相當共識的 社會也滿支持的這樣議程呢 他可以延伸他的政治影響力 所以我是覺得從現在開始到下一任總統正式等台的話 中國一定要非常理心地冷靜地起判斷 不要一方面要遏制特朗普的非理性的貿易行為 第二方面呢 又更不要跟特朗普親吾 是吧 他怎麼做 我們就好像隨便的 也是馬上就去反應 一定要一個冷靜的一個判斷 那您覺得在近期來說 中美之間最大的風險點會在哪裡呢 我覺得風險點還是一個台灣問題 因為其他的風險 假如說中美之間 Donald Trump時期這講的貿易啊 這些國際組織啊 或者這些方面呢 怕他怎麼做 Donald Trump怎麼做都不會產生immediate 不會產生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那麼現在大家在討論的就是說 因為特朗普他的不扣預測性 那麼也有人就預測的 就是也有人在討論 假如說 Donald Trump派高官 假如放龐貝奧去訪問台灣 甚至他自己要有歷史性的特魄 叫說要去訪問台灣 因為實際上他以前也是做過的 假如他特地決定要去訪問 跟北朝鞋的一個領袖 跨過塞巴西去見面了 這是什麼樣 這些東西呢 我們覺得 我是覺得還是很很棘手的 是吧 棘手的 那麼這是對美國來說也是口控的 對我們來說這方面可能會失控 但是對美國來說他反正就快下台自己的總統了 我去去台灣做一個特任的訪問呢 他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這個方面會對我們這邊就創造無限的危機 是吧 無限 因為我們都不回應 那麼還有一塊就是南韓問題 南韓問題我倒不覺得像台灣問題那麼嚴重 美國的軍方 我剛才說了 美國的軍方不至於那麼愚昧的 像美國的一些智庫所說的去把中國造的島礁去炸了 是吧 或者怎麼樣 這是不會的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是要發生退入的危機 就產生在台灣問題上 其他的問題上即使發生了 中國也是口控的 您之前也提到過 中國要憑藉自己的力量跟美國來共存 那麼和平共存通過怎麼樣的方式才能夠達成呢 您認為說我們從歷史當中有些什麼樣的經驗和造型可以取得嗎 對 和平共存 我是覺得我們要 所以我是這段時間一直很長時間一直主張 讓中國要抓緊研究美蘇冷戰 這個美蘇冷戰的這樣一個歷史 是吧 他們如何對抗的 如何共存的 美蘇之階冷戰長大半個世紀 但是美蘇之階沒有直接地發生戰爭 但是它卻是發生了很多代理人的戰爭 美蘇之階對抗的地方 假設核武 軍隊軍擴 或者到海外的擴張都是非常對抗 但是他們沒有直接的一個對抗 那麼也有些地方合作 假設軍控 核武談判 包括醫療衛生的合作也做到了 當然我不是說中國跟美國就會重複 美蘇之階的那種冷戰的狀態 因為中美之階實際上跟美蘇之階 與其的情況完全兩個樣子 是吧 因為中美之階 不過怎麼樣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貿易往來 還是有一些很多的人員往來 美蘇之階除了核武器的互相對峙以外 沒有任何的互動 是吧 沒有很多的互動 在經貿上 老百姓之階沒有多大的互動 那麼中國 我是覺得就是說 中國所說的中美之階 現在進入了競爭合作的時代 又有競爭 又有合作 而且美國所說的所謂的corporate rivalry 就是說合作性的競爭者 而且競爭性的合作者 是吧 不過你怎麼說吧 也有合作 有競爭 那麼我是覺得光說合作跟競爭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應當就是說 下一步更往前問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合作是有可能的 那麼什麼樣的競爭呢 我們必須避免的 是吧 所以我們覺得 我是覺得我們中國要看到我們自己的優勢 我們的優勢就是一個開放 就是一個市場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必須盡一切的努力 來避免跟美國進行一場像美蘇之階的軍事競爭 因為一代若是軍事競爭 美國的冷戰派 美國的強硬派 也是希望中國這個跟美國有一個軍事競爭 是吧 精神競爭 那麼這個軍事競爭呢 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是說鐵方宴壇 因為中國跟美國實際上 你從這幾年看來圍繞著南海問題 實際上中國在很多 假如東南亞國家看來 在很多的國際智庫看來 中美之階已經進行一場關於海軍的 海上力量的軍備競爭 那麼如果 當然中國我是覺得 肯定會的 誰知道自己的經濟協定化 會推進中國的軍事協定化 包括海軍 空軍 是吧 航母 這些方面肯定是會推進他自己本身的協定化 但是由中國一定要避免 跟美國洩入一場像美蘇之階的 這樣的一個軍備競爭 一旦進入戰戰軍備競爭呢 中國會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 所以中國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步伐 進行軍事 國防的協定化 而不要被美國切著鼻子走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們要 無論你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經濟競爭 是不可避免的 不可避免的 因為從當中美貿易戰壇時 到技術冷戰 實際上是一種經濟上的一種競賽 經濟上的這種競爭 那麼我是覺得這種經濟競爭 是不僅不可避免 也是可以往好的方向發展 假如說我隨便舉個例子 叫說中國在東南亞在東盟之間的競爭 有兩種競爭 可能性都是有的 一種圍繞著南韓問題 圍繞著南韓問題的一個軍事競賽 那麼美國從奧巴馬時代 他提出那個PV to Asia 就是重返亞洲 當中川普的時候 他提出這個印太戰略 那麼這個名字不同 他實際上的內容是一樣的 是吧 印的 那麼尤其是蓬佩奧他們現在 當中川普他們最設計的 這個印太戰略呢 基本上是個軍事戰略 主要是四國的軍事會談 是吧 現在要把印度拉進去 那麼就是我們說 如果你這個印太成為一個軍事同盟 是吧 那麼就圍繞著這個南韓問題 圍繞東盟問題 中國跟美國有可能進行一場軍事競賽 那麼我們如何把這個軍事競賽 這個軌道轉移到經濟競賽呢 那也是有可能的 因為我想我們國家實際上也是這麼考慮的 最近我們跟東盟這些國家 一些國家我們切定了RCEP 並且習近平總書記表示 我們的CPTPP也是指開放的態度 那麼這個無論RCEP 或者TPP呢 都是一種經濟上的競爭 是吧 經濟上競爭 當然RCEP跟TPP本身也不太一樣 一個是講傳統的關稅 是吧 傳統的那個投資貿易上的一些事情 另外一個是講規則 但無論是傳統的也好 一個現在講規則TPP的規則也好 還是軍事競賽 不是還是經濟競賽 那麼這個呢 中國就不要怕 是吧 不要怕 經濟競賽對中國 對整個的東盟 對RCEP國家都是有利的 那麼如果是軍事競賽呢 其實東盟國家也不太樂意 東盟國家並不想 因為中美直接的軍事競賽 把東南亞和南海成為一個軍事競賽的一個大的一個區域 是吧 這對誰都不利 所以我是覺得中國還是可以憑自己的這個市場的力量 憑自己的這個開放的力量 來把中美直接有可能的軍事競賽導入 是吧 轉移到這個經濟競賽 那麼經濟競賽中國不就不用怕 不用怕 像我舉的一個例子就是說 你以前90年代當中美軍總理的時候 中國跟東盟經營自由貿易去談判的日後 日本就也是發起了他自己跟東盟的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是吧 韓國也是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我們看到三個十加一嘛 但是後來在這個三個十加一基礎之上 我們現在有個十加三 結果從以前的經濟競爭 到了後來大家在東北亞東南亞 這兩個區域的合作是吧 這個是大家樂界的 那麼我是個人覺得 如果是中國強調 中國像現在這個發展區是RCEP也好 TPP也好以後是吧 那麼這是就是強化 如果我們的經濟的合作 那麼我覺得有可能把美國的這個 也引向這個經濟的軌道 因為無論是 尤其是對RCEP國家 對東盟國家 除了少數幾個國家比較發達的話 其他國家都是發展這種國家 那麼發展對他們來說是 是頭頓大事是他們的硬道令 所以我是覺得 競爭不可避免 但是我們要搞清楚 我們應當避免怎樣的一個競爭 應當我們正式就直滅怎樣的競爭 對關鍵您剛才就提到 就是一定要是以始為劍 不要進入這個美蘇當時的這種冷戰當中 那麼另外您剛才也說就是這個競爭可能是長期的 但是你一直提到的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是合作競爭 這樣子在經濟體當中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底下呢 我們就看到另外一個問題的存在 就是說我們希望和美國能夠和平競爭去共處的話 會出現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比方說在外交上面 我們也經常會覺得最近都比較被動 比如說外交官也經常說 美國經常是對中國是誤讀了 那麼就是應不應該這個主動 是不是說應該是在推特上面跟美國直接去交鋒呢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方式方法 您覺得是不是可取呢 我個人覺得這種方法並不可取 因為實際上大家受討論的 當然大家中國有沒有在讓外交借人借智是吧 每個人借都不一樣 但是我是覺得你要聽聽就是說 其他國家怎麼看中國的外交 這一點呢我是覺得還是要聽 因為大國就比較麻煩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往往呢自己因為大國力量比較強 有自己的外交方式 但是我是覺得要問問其他國家的一些感受 是吧 其他感受 中國如果是不考慮美國的感受 因為中美直接的對立 但是也要問問一下其他那些國家的感受 那麼我自己覺得就是說 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很多地方其實可以 因為他老是退群 是吧 他退群呢把那些中美之階 本來可以合作的那些平台呢 說起來的越來越小 那麼這些東西呢 我是覺得酒吧都上了以後 還是會恢復起來的 恢復起來 那麼我是覺得中美之階 這段時間的問題出在哪裡呢 就是兩個政府之階的直接溝通這個平台沒有了 所以大家互相的就通過貼頭也好 通過姿妹也好 通過語言也好 隔空交換 那麼這些國際交換就是 對誰都不利 那麼我是覺得可以理解 假如說一方在叫慢了 我要不要回應 是吧 那麼我是覺得你可以回應 也可以不回應 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回應 但是如果是兩個國家一直走向這個惡性循環 隔空交換呢 就永遠沒有達到這個共識的一個地方 所謂的外交 外交就是很多的溝通 而溝通是直接的溝通 你看我們現在回想去 以前基辛格秘密訪問中國的事情來了 如果沒有基辛格秘密訪華的話 對吧 那麼中美之階就是不可能 所以我是覺得我們還是要回到 外交的一個本分 本質性的東西 現在大家是透明的 都是好像非常民主的 美國也好 中國也好 都是為了自己本身的一個民意 民意不是外交 外交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 有一些根本性的東西的 一些大的溝通 那麼現在是沒有的 好像大家現在就是說 一個外交的 我把它稱之為 外交所謂的公共外交化 所謂的就是 就是媒體上說話了 這種的不僅解決不了問題 反而就導致了兩個國家的 民粹主義的崛起 就不會反而會增加 就是兩個國家導向衝突 是吧 這個衝突 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我是覺得大家還是需要反思 有歷史上太多的發生了 不僅僅是就是說一戰二戰 是吧 冷戰 是吧 什麼叫外交 我們現在外交官所從事的東西 大家都是發言人的態度 而不是外交官的態度 是吧 發言作為一個statement 國家的政策 一個情緒的反應也是有的 但是如果是光有發言人的一些statement 而沒有外交呢 這就是中美之際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剛剛您講的這點非常的關鍵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要反思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那麼另外我們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看到這個拜登計劃出台 基於這個價值觀的外交 他也會就是跟克朗普不是一樣的一個做法 您怎麼樣看待這個價值觀 比如說在中美的衝突當中所扮演的角色 看到崔天牌大使近期也曾經表示說 西方所談的價值只是來自特定文明 不考慮其他文明的價值 因此不能被視作是普世價值 您怎麼看西方創造的所謂普世價值 和我們中國提到的全人類共同價值 有什麼異同點呢 我是覺得首先我們 在這個問題上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我們反對西方的就是普世的這種說法 但是我們不否認存在著普世價值 西方文明跟中國文明 所謂的所有的這些價值就向世界推廣 也會導致同樣的負面的價值 所以我是覺得 就是說你自己的文明有沒有普世性的東西 不是你自己說了算 而是要看其他文明是不是得接收你 我就想起了中國一些唐宋時期 這個中國儒家文明頂申時期形成了 然後中國周邊的國家 根本沒有去推廣所謂的儒家的東西 大家都偏偏到中國來學習 是吧 我是覺得這個就有普世性 正像改革開放以後 我們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市場經濟 有些方面的好處 我們也去學習 我覺得看到了就看到了普世性 但是後來當假說西方國家 美國為了西方國家 把自己的文明作為絕對的真理 到處搞顏色革命 到處通過軍事 武力 政治的方法 去推行自己的東西 就造成了無限的惡果 所以我覺得我們也要考慮 我們要反對西方的文明 西方的價值是普世價值 但是我們也要看到西方的價值觀 確實有一些東西是普世性的 同時我們自己的文明裡面 也有一些普世性的東西 是吧 也有一些東西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並不認為 西方它這說的有一些價值 跟中國的文明 人類更動其 有根本的衝突 我們也是 你看看我們的核心價值觀 很多裡面都是也是西方的價值 所以我不認為這樣直接的衝突 那麼西方的問題就是說 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 大家把不同的方面都張揚出來了 對吧 即使我們在強調中國特色的時候 美國西方也在強調美國特色 西方特色 那麼就比較麻煩一點 我是覺得我們應當回歸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我們求同成义的這樣一個態度 是吧 我們應當看到我們有很多共同的地方 但是同時呢 我們也要承認 就是說我們有不同的地方 只有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是我是覺得 大家只能就是溝通 經營有效的溝通 大家互相看得到對方的長處 是吧 那麼就是大家共同進步的一個方式 是吧 您看到美國在特朗普時期 紛紛地打算退群 那麼現在我們跟東盟之間 也有這種貿易合作 您覺得未來的國際秩序 如何能夠更多地容納這些新興國家的利益呢 這不是容納不容納的問題 就是未來的國際秩序 必須考慮到新興國家的利益 那麼實際上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 二戰的這套次序 就是以前美國領導的西方 建立起來的 那麼我們應當看到他們的功勞 但是呢 包括監摘國家 包括其他國家的利益呢 這個體系裡面的利益 確實是沒得到足夠的表達 那麼正因為沒得到足夠表達 我們說現在二戰以後的這套次序要改革 其實聯合國體系改革 要改革已經是討論了很多很多年了 是吧 因為我們要有足夠的代表 國度的提供 但是不要認為你提供了更多的公共品 把這個體系開成你自己的 那麼現在就是要解決美國這個老大 因為美國認為我提供了最多的公共品 是吧 所以呢 我要這個體系是我的 那麼如果是這樣的私有產權的觀念呢 那就是離合國體系就是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說離合國體系這個世界體系是個 派被倒昧 就是一個公共空階 所以屬於大家的 所以要有更開放的態度來開放 如果是大國 如果是爆炸就說 我因為提供的公共物品多 我要就是我的聲音就要大 我就要有更多的權力 那就很麻煩 那大家就是變成利益掛分了 利益掛分 那麼我是覺得現在這個體系 如果不改革就很難應做 因為其他的國家像中國印度 是吧 其他的國家都得起來 新興國家都得起來 所以需要一個根本性的一個別格 那麼要不要別格 那就是取決於這些大國的態度 所以剛才您講的非常關鍵的一點 合作要有 但這個合作誰起頭誰是發起頭 但不能覺得這個是你的私有的這個 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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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如何避免最後一個問題 如何避免走近 我不想看到的這個 當時的這個美蘇的這樣的冷戰 最關鍵一點要做到什麼 我是覺得美國因為這幾年就是說 它動用起來就是反華力量還是蠻強的 那麼基本上在Donald Trump這個期間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冷戰 新的冷戰形態也是形成的 那麼我是覺得現在畢竟是還是 只有這幾年嘛 是吧 還不長 還不長 那麼我是覺得就是兩方面實際上是互動的 一方面我們希望Joe Biden上來了以後呢 就回歸理性 是吧 回歸一些理性 因為好多都是misperception 都是誤解基礎之上的 大家如果回歸一個基本事實 是吧 中國到底在世界範圍到底在做什麼 回歸基本事實 回歸理性 回歸科學 它理性一點 另一方面我是覺得就取決於中國怎麼回應 我一直強調即使美國要給中國打一戰冷戰 那麼中國也是有能力來遏制冷戰的 因為中國有能力 我剛才我一直強調中國自己本身的繼續改革開放 尤其是開放就是分化美國內部的最有效的工具 是吧 主要中國是開放的 主要是美國是資本主義中國人 主要中國是開放的 這兩個是吧 世界不會完結走向兩極化 美國當然現在就是所謂的要用 要阻礙世界世界隊來對付中國隊 要把它兩極化 但是我們不用 如果我們理性的回應的話 我們就不會 我們激口一下美國 即使美國封鎖我們 我們也要用代別主義向美國開放 我們可以繼續向日本開放 可以繼續向歐盟開放 美國那個冷戰時機 美蘇冷戰時機 那個西方概念已經不存在 美國也沒有力量去阻礙 美蘇冷戰時機存在過的那個西方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想現在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深化開放 就是劃解我們避免走入美蘇冷戰的 唯一的一個方法 好的 非常感謝任教授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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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談了就能 好好 謝謝 OK 謝謝 好好好 謝謝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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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ג령авhua 拜拜 拜託 謝謝 OK 對